在四川万物接口火爆 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一块牛肉 来做一道近几年比较流行的火爆菜 宣椒小牛肉 牛肉的话 一定要选择这种精品的牛肉 就是没有什么津津灿灿灿的 它炒出来才熬得动 第一步就是切 先切成大约三毫米的厚片 再来切成小条 最后的话用刀这样切成厨厨就可以了 这里的话是一个大份 平时饭店两份都亮了 配菜的话来切上一点紫浆和牛肉一样的 切成小一点的条条就可以 宣椒小牛肉嘛 肯定是离不开宣椒的 轻的小美辣 先切一下 等一会再来炸碎 因为我们家的话吃不了很辣 所以红色的我就是用的二斤条 再来一点玄花椒 干红花椒 牛肉来点盐 鸡精 胡椒 花椒 一斤点水 下手先给它抓匀抓匀 最后来一点点淀粉 主要是让它更加的冷 缩住水粉 98号的纯菜油 锅制好后下牛肉 大火快速的划散 姜葱 姜葱蒜和青花椒 炒香锅后下青红小美辣盒子 继继继继继继续用大火翻炒 来点鸡精 糖 毛毛盐 烘一点锅边醋 继续的翻炒均匀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不要炒太久了太久了牛肉老了 不好吃 这颜色看起来就巴适 哗哗碌碌的让人有食欲 火爆系列的菜有个特点 就是火大油多 味精鸡精起不起脱脱呢 就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全部把油亮出来了 这种菜你们说它不下饭吗 绝对的下饭 鲜娜鲜娜的拌着米饭吃 或者用来拌面吃 都是巴适的版 喜欢吃这种火爆系列的菜的朋友 一定要去收藏种 有时间的时候咱们自己炒一下 牛肉猪肉羊肉肥肠啊 这些都是可以的 包括乌鱼肉咱们都可以用来火爆哈 好巴适哦 哈哈哈哈 青飘飘的九时光 长得像不像我 大家看一下 不像你抢哪个 你抢旁卫了 这是你自己手的 是不是 看看 哼哼哼哼 小米拉哟 你一来就咬 建议你用筷子夹 把这个辣椒挑出来 这个辣椒说实话确实是有点辣 小朋友可能吃不下 这个只是你妈妈眼 还有个凉粉 我给你夹 好 我来看看辣不辣 有辣椒一起 我吃的话是刚刚好 这个辣度说实话比较偏少 辣度比较偏少 没有 我算很辣 因为我刚才夹的辣椒比较少 你红色的小米拉哟不是的吧 红色不是 拌饭吃安逸得很 这辣椒这些不可以吃 辣椒凉粉 辣椒凉粉 还有凉粉 这个凉粉 不过不是那个吗 什么 要吃洋葱 洋葱 你想吃洋葱吗 是吗 还要吃 不要了 牛肉不要了 凉粉 再来一勺 拌饭 拌饭吃 我用勺子开干 一enes 又麻又辣 好高高 鱼高高 鱼鱼八发 鱼鱼